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皇家评测 我是周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硕硕 本期皇家评测将给大家带来一款剑鼠方面的一个小玩意儿 首先我要问说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平时会不会在电脑上玩绝地求生 也就是吃鸡的这种游戏 会啊 那款游戏实在多化 那么其实相对于这种低人生视角的设计类游戏来说 其实对于鼠标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我不知道你平常会用什么鼠标来吃鸡 我一开始用一个我办公室的办公鼠标 后来发现根本吃不了鸡 就是落地成本 其实所以如果你要玩游戏 然后还要兼顾一部分这种办公的需求的话 其实对于一款鼠标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今天我就将为大家带来这款小米游戏鼠标的体验 跟大家体验一下这款鼠标 在灵敏度和DPI方面与办公鼠标的一些区别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 鼠标的外观可以说是非常硬朗的 灰黑色金属色调配上RGB灯光 一看就是典型的游戏鼠标设计 这种设计对于汉子来说比较讨好 但是爱吃鸡的妹子可能就不会喜欢 从上面看依次有滚轮和DPI增减文件 通过这两枚增减文件 可将DPI在50-7200范围内调整 同时正面板左侧有指示灯 可提醒当前DPI高低及电量 鼠标左侧有前进键和后退键 以及一颗瞄准键 瞄准键的作用是在玩FPS游戏时 瞄准物体的一刻按下瞄准键可瞬间降低DPI 让你的设计精准度更好 有效防止手抖 这款鼠标虽然外形硬朗 线条突出 但是握持起来还是非常贴合手掌 鼠标两侧都有橡胶贴合 避免手掌出汗时出现鼠标脱手的情况 带来恰到好处的摩擦力 其核心传感器采用的是原相PMW3330DM传感器 支持最高7200dpi灵敏度 以及150iPS最高跟踪速度 低于3%的分辨率偏差 是一款主流终端游戏鼠标传感器 另一个各位比较关心的重点就是按键的微动开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左右键采用的是欧姆龙的微动 可愁售2000万次点击耐用度 其运键采用的是凯华的微动 按键感受声音清脆 使用起来段落感清晰 同时这款鼠标在传感器 按键手感以及反应速度均有不错的表现 俗话说就是一款非常跟手的鼠标 从内到外可以说小米游戏鼠标 是这个价位段非常有力的竞争者 总体而言 对于一款售价249元的游戏鼠标来说 小米这款不发亮点 从手感到颜值都算在线 同时其双模的设计也保证了 你不仅仅在游戏场景中可以使用 用来办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关注房价评测的微博微信 在评论区我们积极互动 我是说的 再见